哎呀 东西打的 那个不咬着呢 你这不是你看那边压了又压了 血打 大家好 我是小夕 大家是否见惯了网上各种豪华的洋床的视频 今天小夕就用第一视角给大家展示一下农村老人羊羊的真实现状 我和这位老人有过一面之缘 今天去市区办的事情路过这里 索性来这个老人羊圈里看一看 看一看他最近羊羊的怎么样 那个踩着的呀 踩着的 踩着的 吃饭了 吃饭了呀 呵呵 我这回小区走这我看看 现在不有多少样 现在378少 大爷你今天有多大了 73了 73可不想我也是吧 大爷可不想坑年轻 老人今年73岁高龄了 说实话老人的气色真的很好 声音红亮耳朵也不聋 干起后来一点都不输我们这些年轻人 这多少钱买的 不说麻辣三千 不带麻辣三千 带麻辣的 麻辣 配七点大的 麻辣是 五点五的 五点五的 五十块钱六百块钱 六百块钱 就是三千六百块钱 为了弄啥的 不是 老人说自己一把年纪了 去哪里干活人家都不要 只能在家里养养了 目前养了八十多只羊 说实话 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家里养八十多只羊 确实挺辛苦的 弄草的 蘸一个草也不好弄的 谁哪里不能晃 是的 没 都开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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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说周围的皇帝都被开启了 很难去挖到野草 去年秋季收集的玉米结果也快饿完了 我看到老人这些瘦骨铃熏的羊 安闻老人说马上油菜结果就要下来了 到时候羊就有草料了 这又重新打的啊 重新打的 这不咬着呢 你这不是 你看那不是压了又压了 这学打通过判谈得知 前段时间由于我们这里下了好几天的暴雪 老人的羊鹏被压塌了 我一窝不解的问老人为什么不搭建个羊鹏呢 老人无奈的说 现在规定不能私自搭建羊鹏 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用电焊机修修补补补了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确实是不容易的 有我关还关注你 你有哪个关注中啊 一样好的 要好的 老人很自豪的给我介绍 他眼界里面有一只小公高子 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小羊糕子了 他说将来要把这个小公高养大留作总工 这个小高子才半个多月 确实挺漂亮的 是个留总工的好苗子 老人的眼圈里面总共有两只种公养 一只是杜寒串子 另外一只胡养总工 大家觉得这两只种公养哪一个更漂亮一些呢 喂了羊的 这羊创底下 这有个老羊的 我拿出来的攒不成 啊 最后拿出来的一个屁股后有个羊了 你还给后面低着的 这是一只投胎小母羊 产了一只高子 老人说他是早上喂羊的时候发现的 发现的时候小高子还带了一口气 没想到半个月这个小高子已经恢复健康了 只能说这个小高子面目该绝 跟这个老人还是挺有缘分的 不过这个投胎小母羊不认小高子 老人只能把他放在地面上 每次都要抓住这个模样 小高子才能够吃汤奶 庆幸的是这个小高子目前还是能够顺利的 能吃汤奶的 很健康 跟老人聊了一会儿 我也准备离开去市区办事了 这就是农村老人羊羊的正式现状 其实羊羊挺辛苦的 并不像局外人想要的那么自由 羊羊是一个辛苦的工作 也是一个付出和收入不对等的工作 对于那些想探入羊羊行业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没有吃苦的心理准备或者是耐力 不建议踏入羊羊行业 最起码不要轻易的踏入羊羊行业 视频的最后 祝这位老人身体健康 福寿双全 另外大家对这位老人羊的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